俄军国防部公布画面 飙上第一次的俄军坦克车展开军事行动 俄军士兵在切尔尼哥夫扫雷 当地居民说还有很多未爆地雷 乌尔开战超过两个星期 俄军9号终于承认 有151士兵参加乌克兰军事行动 从乌克兰抓到的俄军服务来看 的确有不少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只是俄军国防部的说法 等于打脸普清先前说过的 否认派遣义务已出征 俄罗斯单方面指控 美国和乌克兰合作研究生化武器 不过他们持续占领乌克兰核电厂 现在跟被乌克兰方面谴责 认为他们造成 承诺比核电厂停电 俄罗斯武装部队控制了 车诺比核电厂和扎波罗任何电厂 说是要防止乌克兰民族主义 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核挑衅 还好目前车诺比的停电事故 没有造成重大影响 只是一个不小心 还是有可能造成辐射外泄 让全球陷入核灾危机 TVBS新闻装全神讲了的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